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的推动 深圳机器人产业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深圳机器人智能化也在不断提升 机器人不再是翱翔在人类想象的天际 在我们身边 不知不觉中出现了许多机器人的身影 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感受到了机器人的魅力 请您跟随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走进风暖的海南西亚 在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海南三亚分会场 一只海鸥乘风而起 珠海分会场 港珠澳大桥上空 一只立体白海豚从林丁阳跃然而上 科技与艺术的创新结合 让无人机为观众呈现出美美震撼的视觉盛宴 在深圳市龙岗区 我们见到了为春晚进行飞行表演的无人机团队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无人机是航拍摄影最常用的设备 而在这里 他被用来制造浪漫 李晨亮 春晚无人机表演的执行负责人 也是一名无人机领域的创业者 把科技和艺术融合在一起 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 在这个展示大厅 他向记者发出了一个独特的邀请 那就是与无人机一起翩翩齐舞 神奇的人机互动 让记者极为新奇和兴奋 真的是超棒的体验 我人生第一次跟无人机跳舞 是不是很有意思 超棒的 其实很多人都想体验一下 这跟无人机一起舞蹈是什么感觉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为你准备了 这个与众不同的体验 我真的是太幸运了 我刚才在跳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它不是危险的 它好像是一个小动物一样 在我身边围绕一样 对 其实就是我们希望用无人机 展现它不同的一面 因为传统的无人机都是航拍 那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技术 把它做成一个 室内和室外的这种编队表演 能让我们人 我们一般人能感受到 无人机不一样的一种娱乐体验 李晨亮团队的无人机表演 能够亮相春晚舞台 也是因为一次人机共舞的表演 吸引了春晚节目组 我们整个团队也是一直在努力地 想寻求一个方向 那这个过程我也跟很多人去交流 然后想探寻方向 其实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 我们发现我们选择这种娱乐型 和消费娱乐型的无人机 其实是一个很适合方向 因为我们参加展会 很多人都去这方特别喜欢 特别想愿意去体验无人机 但是当时的很多无人机 都让他们觉得高高在上 不敢靠近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 坚信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 近年来随着中国民用无人机 行业的快速发展 无人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也是遍地开花 包括交通巡逻 环境保护 应急救援 勘探测绘 物流运输等诸多领域 今天李晨亮要用无人机 帮助朋友筹备一场惊喜 高健在北京从事无人机教学工作 他平时工作繁忙 陪伴女友的时间 经常被工作所占据 是三年走下来的是吧 对 三年 三年走到今天 今天是高健和女友的 恋爱三周年纪念日 他希望李晨亮能够帮他 打动女朋友的心 十几分钟之后 一场浪漫的创意的表演 就要在这里开始了 是的 我能参与吗 当然可以 只需要轻轻地点这个按键 你就可以操纵这几十台飞机升空 一起剪彩浪漫 哇 太期待了 一键就可以了 是的 三年太短 我想一辈子都可以相拥 大宝王 家给我吧 所以你之前是一直不知道 我们这个车 我完全不知道 你怎么又想过 我们会用无人机的这样的方式 没有 这都是他想出来的 对 我想知道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要去 好好睡觉彼此一辈子 今天全球超过九成的 消费级无人机产自中国 仅深圳大疆公司 就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 航空航天产业 是深圳三大重点未来产业之一 三百多家无人机企 在这里汲取发展 深圳作为无人机之都 正在领跑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 无人机是一个很新奇的事物 很多人都想体验它 但大部分的人因为各种原因 一个它上手操作难度大 第二个觉得它的危险 第三个可能这个消费成分比较高 所以大多数人都是想拥有它 想体验它 但是却无从下手 所以我们就想从这个角度 希望让更多的人 都能去体验到这个无人机飞行的快乐 无人机产业的集群化 让李成亮在深圳踏上了 行业发展的快车道 不过要想在激烈的同城竞争中 展露头角 也需要另辟蹊径 在李成亮看来 娱乐体验制造浪漫 将会是无人机发展的 另一个庞大市场 这就需要用创新的方式 让无人机更加智能化 对于新兴热门的机器人行业 深圳的优势在于它的创新氛围 以及产业配套的能力 以制造业起家的深圳 除了传统的硬件优势 完整的研发 应用链条 也是深圳机器人产业快速崛起的关键 随着中国机器人领域的发展 应用 机器人不仅能给普通人带来浪漫 它还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在全国乃至全世界 停车难已经成为城市通病 周边其实车位很紧张 这边停车麻烦了一点 现在停车位是不好找的 通位很难找 下班高峰找车位 停取车的拥堵和等待 也让车主十分头疼 您看 我身后的这个停车场 已经停了有一百辆的车了 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 六点 但是这里竟然没有因为停车而造成拥堵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身后 有一个三百个车位的一个立体停车库 蔡颖杰 深圳上沙村的这座停车库 就是由它设计并改建的 同样的用地面积 以前这里只有三十个停车位 蔡颖杰像变魔术一样 让停车位增加了十倍 它是一个十一层的立体停车库 那么十一层有地上也有地下 那么所以三百辆车都能够停在里面 那这个太考验司机的技巧了 因为它要开到那么高的上去才停车 这个不用 不需要人开进去的 人只要停在这个固定的位置上 会有专用的设备 汽车电梯把它送到专用的汽车停车位上 这里面没有人啊 没有人 这个真的是太神奇了 这个立体车库 节省了车主找车位的时间 解决了上沙村车位少 停车难的问题 而实现车库智能化 无人存取车的关键 就在于这个车主 停车的小帮手 他就是在车库里 辛勤工作的停车机器人 只要将车开到停车平台 停车机器人 就会自动把汽车搬运到停车位上 存取车不超过90秒 这个停车机器人 不仅能够实现高效停车 更有意思的是 他还为新加坡的一个 不方便停车的停车场 解决了停车的难题 位于新加坡的罗宾森大厦 是一处正在建设的商业区 建筑的地形是一个复杂的 弧路形状 不管是存车取车 地形的设计 让车辆容易发生寡擦和碰撞 而且停车空间的利用率 也非常之低 这难助了国际上很多知名的 自动停车研发团队 蔡英杰团队了解到这个难题后 经过反复的讨论和修改 最终提交了 让开发商感到十分满意的方案 而这个方案的实施 就需要舒尺机器人 大显身手了 然后我们这个就要求 它的定位精度相当的一个精准 这个怎么来看呢 我们可以拿尺子测量一下 您都准备好了 对 现在基本上是19个毫米 19个毫米 对 那我们再来测试一次 好不好 好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在19附近 好 那现在是第二次又进去了 咱们来看一看 我觉得没有那么精准 请相信你的眼睛 21 两毫米 差了两个毫米 对 所以我们正负5毫米的范围 还更宽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精度 控制在上下5毫米呢 因为就是说 我们地面上的是一个输性结构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输性交换的一个动作 所以就说我的鱼量比较丰富的话呢 对我的汽车安全和我的这个机器人安全 是非常有保证的 正是停车机器人精准的停位精度 以及其他过硬的核心技术 让蔡英杰能够轻松拿出高利用率 可执行的停车方案 不仅让停车库面积的利用率达到最高 并且能够实现取车的零故障 只要在停车场内 配备足够数量的机器人 同时协同作业 即便有一台机器人出现了问题 其他的机器人也可以及时帮忙 在蔡英杰带着停车机器人 走向世界的时候 遇到的不仅是地形设计的复杂要求 机器人所能承载的汽车重量 也是国外客户关注的一个重点 我们现在载车版的这个机器人 它的载重是2.5吨 但是我们现在在国外 阿布扎比有一个项目 国外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它的载重量就提升到了3吨 而要确保机器人在增大载重的时候 仍然十分安全稳定 蔡英杰的团队也是下足了功夫 经过综合的数据模拟和实验分析 蔡英杰推出了这款超级载重的 车台版机器人 蔡英杰团对公关客难的市场研发能力 与它背后强大的工业基础密切相关 从90年代为联想 格力 美的 长虹等 工业自动化生产线的制造商 到如今停车机器人 在中国乃至全球的临跑者 企业向高端制造成功转型升级的背后 与深圳市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 从2014年开始 深圳市财政每年都安排5亿元 连续7年补助机器人 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产业 正是在这项政策的吸引下 蔡英杰在2015年1月来到深圳 开始带队主攻高端搬运机器人领域的研发 而停车机器人研发项目 也在2016年成为这笔专项资金的培育对象 近些年 深圳扶持未来产业发展的政策不断加码 机器人产业已经是深圳未来新兴产业之一 成为深圳经济新业情 着眼未来 广纳良才 深圳积极营造机器人产业集群 迫切需要大量的机器人领域高端人才 为了让机器人研发形成集群化和规模化 龙岗区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机器人专家 徐扬生不仅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还是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国际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以及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 当前 他专注于机器人和智能系统的研究工作 2016年 为了表彰徐扬生对机器人研究 以及对中国航天智能控制走向世界前列 做出的贡献 国际小行星命名协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徐扬生系 2013年 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副校长的徐扬生 接受聘任 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首任校长 徐校长不仅在五年中让香港中文大学在龙岗区落地生根 还建立了机器人研究院和实验室 推动了深圳市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快速发展 机器人跟人之间到最后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互动关系 现在还不出现这个问题 但今后是一定会到这个时候 就像你说家里那么累 你说要找个机器人给你做早餐 真的是可以 这是蛮容易的 做成 这个他给你做早餐 但你下来以后早上你给他发了灯火 然后他就你给我发火了 我在你的咖啡里面我给你放点胡椒粉 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在徐阳生构筑的这幅机器人未来应用的场景中 隐藏了他对机器人产业的一个期许 为此他组建了一个俱乐部 提供给学生从事机器人方面的研究 这个俱乐部有一个隐藏在名字中的秘密 李帅君是徐阳生的博士生 也是俱乐部的辅导老师 张桂林和雷湘宇 是2015级理工学院的学生 他们在达二时就加入了匹诺曹俱乐部 从他们眼中确实能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一个每次讲到机器人的时候 眼里都会放光的这样的状态 可能你是不是在实验之待的时间就很长了 它是最长的一个 对 那个小木偶他有一个最终的愿望 是能够真的有一颗人类的心 然后变成一个小男孩而被人所爱 所以我们这个俱乐部取名为匹诺曹 也是引申了这个意思 将我们工作的对象并不是在冷冰冰的机器以及技术 而是能够像人类一样充满热心 充满热情和充满爱 能够服务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 让机器人拥有情感 这是否只是一种夸大的幻想呢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机器人研究院里 我们去寻找一下 哇 有好多的小熊猫玩偶啊 张嘉明博士是研究院情感机器人的项目负责人 他的团队让徐阳生院时的设想 有变为现实的可能 我可以抱抱他吗 可以啊 你试一下 嗯 哇 好可爱 你看眼睛 这个憨态可居的熊猫 就是情感机器人的代言人了 你好 好可爱啊 咦 它在抱着我 摟住了我的脖子 你要不要试一下这样子抱 怎么样 这样子 这样 对 它不舒服了是吗 不舒服 你要安抚一下它 摸一下肚子 对 你看 现在它没那么紧张了 对 全世界每三秒就会确诊一位脑退化症患者 在香港 徐阳生见到很多老人被脑退化症这种疾病所困扰 当情感机器人应用于这样的群体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给熊猫机器人能够倾注一些情感 有情感的温度 让这个熊猫机器人跟老人的交互当中呢 能够提升老人的情绪 改善他们的行为 所以你是让很多的老人很开心了是吗 是就点一下头 这种熊猫机器人已经通过香港沙田医院脑退化康复中心的验证 它能通过触摸 语音 面部识别 来让老年痴呆的病人进行认知康复的治疗 而熊猫机器人提供的这种陪伴 交流 是利用机器人所擅长的记忆和逻辑 通过深度学习来实现 那么机器人自己会产生一种情感一些东西在里面 现在呢 还早了点 就是我想它推力性的学习部分的那种还是可以的 但是就像人这样的情感的东西满满的 所以我现在的研究主要是在做什么呢 机器人跟这个学习人的艺术方面的东西 音乐 书法 这种由人创造 又给人带来愉悦和享受的艺术 也是人和机器有差别的地方 这个毛笔机器人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孩子在学书法 但他又比三岁的孩子学得更快 更有效地掌握一种书法风格 除了机器人的前沿性研究 徐阳生的办学还主张产学研相结合 将高校的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 甚至根据市场的需求完成机器人的定制 徐阳生的博士生韩龙就是在学校和龙岗鼓励创新创业的背景下投身创业 徐阳生机器人实验室的这间办公室就是韩龙创业的起点 非常感激这个地方 感激这个实验室给了我这个机会 给了我这么一个环境 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起点 韩龙自小就是机器人的发烧油 这也让他始至不渝地选择了从事机器人的道路 而他所研发的机器人产品有点神秘 让机器人自由奔跑 就是一个会跑步的机器人 没那么简单 其实很多在奔跑的机器人 其实是有人遥控的 但我们这个不需要 你的会怎么样 对 你只要告诉他去哪里 他自己就能过去 真的 对 那我现在给他一个点 他就能准确到那个点 没问题 那我要考考他了 好 我就在我刚刚去的那个路上设一个点 好 记者在室外设置了一个目的地 并且放上了一块指示牌 韩龙的机器人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室内的路程行进得很顺利 而在到达室外后 他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 我最可爱 这个就是我给他设定的一个目的地 而且他已经非常精准地到达了这个目的地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地完成的任务 那看来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保安机器人 他不光是一个保安机器人 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自动驾驶系统 而这样的机器人运动控制 最早出现在仓储物流机器人的应用上 如今随着各种用途的移动机器人市场需求的爆发 也要求移动机器人的大脑更加智能 面对全新的应用场景 甚至场景中不断动态变化的人或物体 移动机器人必须能够自行对环境进行判断 并且执行命令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自由行动 能简单理解吗 人会怎么想 他现在就会怎么想 对 人怎么走路 咱们进到这个空间里面 怎么去找实现这个目标点的移动 机器人都怎么移动 2017年下半年 韩龙接到一个订单 一家安保单位需要配备一款特殊的机器人 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或者特殊地形救援等场景中 他能够执行勘察巡检的任务 能胜任这种要求的机器人 必须具备自主移动 迅速建图的能力 并且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助巡检 辅助警察守护社会安全 针对客户需求 韩龙为机器人大脑配备了肢体和五官 推出了这款安保巡逻机器人 机器人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产品 它需要软件硬件 需要设计 需要继续工程 那我们从事的这部分 其实属于这里面一个小部分 那要把整个行业做大 那需要有在各方面有资源的公司一起参与进来 比如说我们提供党航的功能 他们提供这个漂亮的外观 其他公司可能提供这种非常漂亮的人机交互系统 来打造更好的机器 让机器人在自己的努力下更加智能 韩龙一直在路上 作为从香港中文大学走出去的创业者 虽然韩龙已经将移动机器人导航模块 开发得非常稳定 他仍然经常回到学校的实验室 跟学校的老师和师兄弟们一起 探讨机器人研发的问题 深圳市龙岗区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与技术研发 助推大学园区 科技园区 公共社区的协调互动 让学校成为了韩龙的智能团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 不管是对机器人未来发展方向的研发 还是以客户定制为前提的研发 都是高校培养机器人人才 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做出的努力 面对全国每年数万人的机器人人才缺口 徐扬生尝试了一种新颜的人才培养办法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研究院里 张图扬老师正在上这一堂机器人编程课 而这堂课的学生不再是大学的本科生 而是一群不到十岁的小学生 在课堂上 九岁的孩子在两个小时内 就能编程创作出一个机器人 这些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机器人的热爱 不由得让记者惊叹 而用大学的教育资源 教授小学生机器人知识 是徐扬生为深圳市机器人人才种下的种子 机器人教育从娃娃抓起 如今深圳的机器人产业 已经有超过千亿的规模 充满创新精神的研发人才 使这座城市引领世界机器人产业的关键 他们改变着今天也在创造着未来